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文獻正負三渡西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 我们的下一代 不能对世界一无所知 因为我们不可以活在 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 在专家学着大声疾呼 爱惜资源的现在 在苗栗市 有一座童星公园 近来却被人发现 公厕里面的白铁冲水开关 全部被有心人给偷走了 大家要知道 少了冲水开关的马桶 里面的水就会像是 就像张泰山的头发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就像许觉慧要结婚 他的男人自由回不来了 够了 我要说的是 少了冲水开关的马桶 平均一个小时 会流失600毫升的淡水 一天就是14公升 很快 我们的淡水就会被用完了 到时候 可能 没有人知道 洗澡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人类 连拿来喝的水 都不够了 怎么可能再拿来洗澡 所以地球的水资源会枯竭 全世界的人 会没有办法洗澡 都是因为这个 偷白铁冲水开关的人 所害的 如果你再继续偷 冲水开关 你就是与地球为敌 也就是与我 陈文茜为敌 也是与 乌乌为敌 文茜的正负三度戏 你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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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